塑装菌蛋完成蘑菇的快速种植 只需一台机器就能代替20个工人同时作业 你敢相信吗 蘑菇的种植最早可追溯到宋代 而且蘑菇的生长周期短可存活率高 还可多季节种植 成为了很多菜籠的种植首选 但是蘑菇的种植需要准备大量的菌蛋 圈哥有用 菌蛋 菌蛋是由碎木屑和菌种搅拌的发酵物 它可作为蘑菇的主要营养来源 在经由人工进行装带 以便储存于室内发酵生长 但是人工装带的速度效率低 小劳动量大 山东的王师傅一直从事蘑菇的种植 为了减少人力成本提高作业效率 它发明了菌种装带机 装带机主要是通过电机为机器提供动能 当机器启动后 从进两口进入的菌种 只会随脚龙不断地向前推进 随后菌种到达出料口 人工只需将袋子套在出料口处 以此重复 完成菌种的装带作业 但是机器是依靠自行车的刹车系统 进行定量的菌种传输 这样的作业方式不够精准 从而导致菌种装带会出现过量 或者装带不过的情况 在装带过量时 由于袋子的内部空间减少 袋子封口时 就会出现滑坡的情况 造成菌种的浪费 为了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 王师傅对机器做了新的研发 它将电脑的智能控制系统 安装于机器上 不仅能起到定量精准化输送 还能随装带的速度进行有效的调整 从而保证能有更高效的作业方式 另外装带机的出料口 安装了新的套组 增加了对袋子的保护 减少木屑对袋子的伤害 从而减少浪费 更加环保 另外王师傅又研发了一台扎口机 在菌种装带后 可直接使用机器进行扎口作业 不仅提高了机器的作业效率 还能减少人工的劳动量 实现了菌种装带的流水建设作业 为农业生产 机械制造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它的发明之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